浓浓蒸汽冒出夹杂粽叶香和糯米香 刚蒸好的粽子热腾腾香气扑鼻 打开粽叶糯米泛着可口油光 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旁边这一大锅现熬的煲汤 摇起一匙放入猪骨青木瓜 蒸材食料鲜甜美味 师傅一早就忙着赶工备料 要把2000份料理通通准备好 昨天开始准备了 早上早上都没有怎么睡 早上赶着来做功课观会来不及 最重要这个火红要熬七八个小时 2000份粽子和2000碗煲汤 一份一份放进篮子装上车 准备送到黄昏市场 美味粽子免费大放送 就是为了庆祝韩国瑜当选 台式肉粽好像有在分篮绿 我是要跳脱这种框架 特别选这个港式的肉米鸡肉粽 响应我们的韩市长经济100分 政治0分 北漂妈妈代表潘金英之前就表态力挺韩国瑜 现在韩市长当选 他自掏腰包送粽子 呼吁大家别分蓝绿 只要专心吃美食 记者黄世云梁家文高雄报道